同样是郭德纲的基因 把郭芬阳 郭秦林放一起 差距立马就出来了 大儿子郭秦林出生时 郭德纲刚好跟前妻分开 之后他便忙于工作 将郭秦林交给爷爷奶奶照顾 直到郭秦林六岁时 郭德纲才终于将他给接回身边 只不过几年不见 父子俩的关系早已变得生疏 而彼时郭德纲也没工夫再跟他嘘寒温暖一番 只是一门心思想将他给培养成社内接班人 之后不仅严格要求郭秦林去学习一些他不喜欢的节目 努力钻研象征记忆 而且还屡屡动用他那套引以为傲的打压式教育 将郭秦林彻底塑造成了一个谦逊有理的孩子 不可否认他这套教育的确收获了不错的成效 但与此同时也是亲手将郭秦林越推越远 最终父子俩弄得一个尴尬的局面 而二儿子郭芬阳自出生 就得到了郭德纲的超高评价 平日里不只是被父母给捧在手心里宠 郭德纲的那群徒弟更是对他唯命是从 后来在他们的庇护下 郭芬阳也是变得为所欲为 甚至对久违归家的哥哥郭秦林直言 不过对此郭德纲也没有训斥这个小儿子 反而还在演出时借包袱将其抬到了总经理之位 由此可见他对这个小儿子有多么的宠爱 当然他也并非不关心大儿子郭启林 只是因为儿子一直忙于工作 让郭德纲根本无法与其接近 后来两人一同接受采访时 郭启林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更是让郭德纲瞬间泪目 听到郭启林的这句话后 郭德纲瞬间泪目 不敢再看儿子一眼 何为唐前尽孝 其本意是趁父母在的时候好好孝顺 不要等他们去世后才深觉后悔 而郭启林既能说出这样一番话 其表达的意思也很明显了 要知道自从郭启林进军娱乐圈发展后 回家的次数便取之可数 以至于每次郭德纲想见儿子 都只能靠给其安排工作 或者是参加综艺时才能遇到 可即便郭德纲已经如此上赶着了 但父子俩见面的次数却依旧是指简不佳 对此也不免引得人猜测 会不会是郭启林还没有原谅郭德纲 当年对他实行的那套打压式教育 毕竟此前郭启林就曾在节目中大吐苦水 比如小时候明明不愿意吃青菜 郭德纲却偏给他乘上满满一碗 不让他上桌只能去一边蹲着吃完 又比如小时候不慎摔倒 郭德纲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或许有这方面原因 但更多的还是要数工作忙 不过平心而论 郭德纲年轻时的确不算辞负 但其年长后却是意识到了这点 所以才会格外黏着郭启林 想对他进行一定的弥补 但其爱在心口口难开的性格 又让他小心翼翼无从下手 直到此次听到郭启林当众说出的这番话后 郭德纲才意识到 郭启林对自己的感情从始而终都没变过 最终没帮助红了眼眶 直到听到郭启林为曹云金说话 才知等于少班主的格局有多大 他们离职的时候可能是人人喊打 大家都说他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但在我个人看来 就是我可能知道他对别人不好 但他对我永远是好 都很好 所以我张不开嘴骂人家 彼时论谁都能听出 他这番话是在影社当年 社内徒弟大闹郭德纲受宴一事 要知道当时这是在网上可是闹得沸沸扬扬 而领头者也不是旁人 正是郭德纲的大弟子郭启林的表舅曹云金 不过彼时人们正在气头上 只顾对其批评教育 丝毫没发现这其中 竟与郭德纲妻子王会脱不了干系 本来当天曹云金只是想趁郭德纲 过生日高兴之际 向其提提涨工资的事 要知道彼时曹云金虽然贵为社内大师哥 演出为公司赚得了不少钱 但他实际到手的工资却只有三千多块 为此他要求涨点工资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而郭德纲本来就是个急性子 听到他提出这个要求后 自然是有些不乐意 于是便与其争执了几句 原本将这事搁置几天 师徒俩也就重归于好 可彼时作为师娘的王会 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 包括曹云金都猝不及防的下跪动作 要知道相声界最看重的 就是各种前后辈关系 他这一跪可谓是不给曹云金 半点反驳的机会 直接让其离开了等应社不说 还让其名声在相声界严重受损 而郭琴林作为社内少班主 对这些事自然也是心知肚明 不过对此他非但没有随大流去抨击任何一方 反而还当众为那些师哥们发声道 他有一定的甭管说是从业务上 还是说从为人上可能会有问题 但从我这儿我是看不到的 对就因为无论这个人有多坏 他肯定永远不会对我坏 只因他深知这其中的玄机 也知那些人当初是真心待他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后来王会掌管了等应社 直言要将社内法人过节给他时 他才会想都没想便拒绝 甚至之后还干脆进军娱乐圈 将相声给当成了副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